來批評採訪的記者水平低行為不專業 所以就發動了大約幾百名市民 來到廣播道香港電台廣播大樓的門口 這裡就有一個請願交投訴訊 還有這個集會的活動 現在看到銀龍咖啡餐廳的老闆娘 銀龍咖啡餐廳剛上台說自己準備 今天是來交投訴訊的 大家可以看到廣播道近廣台那一邊 就是有一個台 有一些台上的嘉賓會發現 現在廣播道的對面就有一些市民是在這裏的 他們都是拿著一個 就是唯有 反對香港電台 六萬市民反對港台撥款 以及說是香港電台的批評 港台就封鎖了兩個的出入口 停車場和正門出入口 取而代之就是用後門 也有一些職員在這裏把守住 港台的員工要上班就要走後門了 現在首先會看回台 現在主持人 左邊粉紅色參加女士 正在訪問銀龍咖啡餐廳老闆娘 如果沒有聽錯他的案件 我告訴大家 香港警察一直以來在做的事 他們都是全力去守護我們香港 而不是一直媒體所報做的什麼黑警什麼冷道的事 所以我一直以來堅持要站出來支持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警察 如果有些市民呢 他都很想表達他的心意 那你有什麼建議他們可以做到呢 很多香港市民呢已經不停地做 例如書順啊 或者是綜合資啊 或者是去出席一個活動啊 那無論怎樣都好 最重要就是要安全 其實你們做任何事去支持香港警察都好 但是千萬千萬一定要照合你們和人生的安全 restoration 天啊 都怪我 做一 Auckland的事 常見 走吧 喂 喂 喂 passive speechiked the 毅光是銀融人的咖啡茶餐廳的老闆娘 等等 就呢表達好意見 但是我们政治会的另一位与闲主席 夏光沙 大家给他掌声 他很棒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听不听到吗 听不听到吗 听不听到吗 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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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政治会 接着出来搞第二次为公约 这个香港年代 我们在听着关心的说法 我们再看一些现场 新闻片段 全部都是帮这个暴徒 我也想问一问他们 是不是在发销呢 我怕知道你出什么粮就好了 现在这个香港搞到今时今日的暴徒 你想到十多岁 就可以出来打劫 出来暴徒 周围都去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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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玩一波 疑犯 但是呢 我们香港电台是很棒的 他们播的东西 就不是播这些 播些什么 播些什么 警察拘捕疑犯 当然警察当然要拘捕疑犯 因为疑犯做了什么 犯犯 台长 去改篇 啊 报堂谋杀香港人 但是 我也不知道他们里面高层做什么 可能呢 他都想这样写 但是里面呢 有很多呢 消坏佬的 没办法 他们人多 人多就在我 是不是 有些人说我们这次来这里 喂 不是很多人 我告诉你 当然不是很多人 因为各个对香港电台 心悔意乱 是 是 你知不知道再出来都没意思 我要告诉香港政府 这个电台 一切都执了 是 不是 现场那位关先生 说到叫港台执了去呢 就群城汹涌 非常之烈烈 如果见到现场有 来参与示威的市民 就是将一些 呃 国旗 拿出来 也是 将一些 是 你给他多次机会 是不是 希望你多报道 一些报道 一些报道出来 就是 抓在电台的 围难上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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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多谢我们香港警察 是 是 和我一起叫好不好 好 好 支持香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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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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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香港警察 严厉执法 严厉执法 其实香港警察 对我们真的很好 老实说 大家都是公务员 我们是打工的 香港电台都是打工的 为什么差这么久了 因为他们是香港电台 我想和大家说 由我们第一次为香港电台 到这次第二次 其实他不止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还越做越坏 现在是附近 大约有二三十名警察 踩多两脚 包括一些便衣警员 还有一些军装警员 你便害死那些小孩 起码香港的家长 自己留意一下 你们身边的主要 那些军装警员 都是穿着 将来是变金蟲 还是龙 你们自己选 穿着 很整齊的军装的警服 部分是 好啊 我讲讲我自己的经验 所以 我们今届的 可以 看到警方对这个活动 那个评估 我们今届的 应该是相当和平的 我们今届的 那是青龙头的 区议员的参选人 我当然是落败了 是不是 我都挺怕会成功 因为进去 看到一群蟑螂 我真的忍不住 一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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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一群 一群一群 找虫水杀杀他们 其实呢 我想说 就是说 投票的人 真的很聪明 因为他想香港死 想香港快点玩完 那就对了 就请了 现在 入了这群的黄思 所谓民主的议员 你们一看一看 现在搞到 统上我们有个一群 大家支持一群的做法 希望他继续下去 因为泛民所做的坏东西 根本现在是破坏的 香港整个社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人 你们不要以为 没有事没有过 最后你们走出来 接受些什么 接受些炸弹 接受些汽油弹 被人包 被人喷油 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少 因为为什么 又是香港警察 好了 我现在希望大家 记住这件事 我们 就算这次 少人都好 我们会继续 向这个香港之内 表达我们的意见 希望他们 所谓的自由民主 在这里发挥一下 不要只能灭声 那些所谓的民主 所谓的自由 所谓的那些黄思 现在搞到香港一劈势 希望大家出来支持 深厉害大家 多谢 好 好 那刚才这些黄思雅先生 就说他们人少 不少呢 其实他们人不算少 公道这个 在对面的广播 團結我們的家庭,團結我們的家庭,團結我們的市民 不要再玩國家了,好嗎?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做甚麼的? 我們今天來,是要 找到香港的地方來撥本 第二件事,是要希望 這裏都有小部分的市民在 好,難道了 有兩個人在這裏 我們要,各位公囑 各位公囑 各位公囑 香港公囑 香港公囑 所有 第二件事 是我們在網上 有一個簽名活動 是要告訴政府 我們反對香港電台的撥本 因為 香港電台失職 香港電台 我們有甚麼要做的? 第一件事,是要公正持平 是要令到我們香港人 明白這個世界發生了甚麼事 但是香港電台 沒有做到這件事 我用一個比喻來講 我們 一隻大象 香港電台 經常 只是拍著大象的鼻 就說 大象是一條水管 然後我們 很多的年輕人 就以為大象是一條水管 當我們告訴大家 大象是一條很大的動物 不只是水管的時候 我們被人滅聲 我們有很多的市民朋友 想在香港電台 打電話進去 講回人話的時候 講回香港人話的時候 我們是 被人吸電 他們在滅我們香港人的聲音 沒錯 我們要改革 我們要香港電台 持平告訴大家 世界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很多年輕人 如果你去看他們的講話 他們對歷史 他們對國家 他們對世界 發生了甚麼事 他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他們只是告訴別人 以為中國是不民主 他們是制作的 他們不是 當美國在殺害 伊拉克 在瑞利亞 在殺害一些 殺害一些人的時候 他們竟然是完全不報的 為甚麼不報 我們令到很多香港人 以為只有美國是正義 實際上 我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他們以為 反香港電台的集會 變成有反美的信息 他們是支持政府 支持警察的信息 這些不是我們想要的民主 這些不是我們香港人想要的自由 所以 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要拿到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時候 第一件事 我們就要 香港傳媒 尤其是香港知識限度 香港電台 要做一些 持平的言論 持平的新聞 要跟多角度的 多角度方面 去報道 我們世界發生了些甚麼事 香港發生了些甚麼事 在這些場合裡面 自由度大很多 在記者工作的附近 就 會有些小朋友 再一次改革 我們都有一些 是 Auntie在那裏 做直播等等 但是 香港傳媒 作為公營機構 去收政府的錢 他就要 向政府負責 向人民負責 他們收的是公帑 公帑是人民的錢 是我們的錢 是不是 我們要監察香港電台 他們的要求 在這張牌子都可以看到 我們要監察香港電台的新聞報道 我們要確保香港電台 成立收視問責制度 辭退不成績的記者和工作人員 香港電台改革 要成立內容監管制度 以及要成立香港電台發展評議會 改革香港電台 改革香港電台 感謝各位 感謝 感謝 剛上來發現 這位叫Brian的先生 主持人形容他 是來自政治系的 對政治很熟悉的 我們要香港電台為市民發聲 我們要香港電台做一個支持警察的節目 我們要香港電台 為什麼要叫替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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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 我留意,这位叔叔带上一个毛章出现, 胸口有毛章, 刚才出现了Brian,现在有Johnny, 如果有留意,我们正宜每个直播都会见过, 我们先听听他准备说什么, 政府钱,政府钱,反政府面,反政府面,反对香港电台, 反对香港电台,多谢各位, 其实我很多谢今天虽然人我们其实都够了, 为什么呢?我想做一次大家给一些很壮观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官腔的, 但是我们做一些很壮观的东西, 因为你都看到了,我们上面有一些香港电台的人在拍我们, 但是我们不是有一些手势, 我们做一些手势给他, 是多谢他一直在反我们, 令到我们的香港永无灵人,好吗? 那个什么手势啊,知道吗? 是呀,那些中间的中指都可以啊, 其实,不,不要紧要, 我们是,那些手势是怎么样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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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麻烦你们拍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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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部都为, 反对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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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香港市民! 反对香港电台啊! 说到来, 派了一队涉弃队, 相信是新闻报的行家呢? 我们是中国、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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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香港、香港市民! 你要改革! 垃圾电台! 垃圾电台!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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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电台! 垃圾电台! 這樣就笑不到啊! 无法啊! 其实大家都还认了很多, 都很清楚的了, 就是好像我们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新闻 他们的节目 基本上还比一些普通的电台 他们所有的节目 超过八成 都不够一点去给人看 还有两成基本上是没有人看的 但是所有的新闻 不是除了偏颇之外 更加的就是很多东西 总之是中国的逢中必反 这些电台还要不要 要 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执了香港电台 第一个最不开心 可能是前行政长官 特别顾问叶国华先生 因为他星期六都有一个 整个钟头的节目 很多评论都说叶国华先生 跟中共有很密切的关系 但是如果没有了节目的话 可能叶国华先生会第一个比较失望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除了要他重组之外 就是要求政府 去将他收回来 去重新再整理 是要讲一些 真是国家 真是香港的说话 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实在说得太多 像我刚才听到一些 从小到大那些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的人 都是从小到大 我想说就是 由当时的主长姓张 他一直去讲一些 港英政府的东西 讲一些他们的好东西 也都看到一些 他们全部去影响一些 我们那时候的年代的人的心 尤其是那时候 他们其实很多事情 其实很坦白说 我想在这里有点赚的 因为以前我小时候 我很喜欢看亨昌集的 因为那时候 在亨昌集那里面 其实是看到很多 一些基层的一些心声 他也都讲了很多一些基层的东西 他令到很多香港人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 为什么他会讲这么多基层的东西呢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那时候 其实大家都经过97的了 那时候我们97的时候 香港是由英国政府去执政 但是我们 给我们 就是我们那个叫做 就是我们的人 在英国被人执政的时候 在英国执政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被英国人 当是人敢看待 没有 有没有 我们当我们只是一个 二等公民 他们每个人 每一个政府部门 所有的都是外国人 才会做 是做一些比较高级的 比较高级的职位 所有我们的华人 所有我们的中国人 都是被 被 这位先生就说 就是港英的年代 香港人的地位就很低的 很差 其实我们看到那时候 英国人的管治 会见到一些很惨的地方 怎样对待我们的香港市民 怎样我们有无摸住 那时候我们的夹心阶层的情况 但是现在已经回归了 回归了之后 这个就是这个香港电台做了些什么出来 可以播什么出来 播放暴徒 在那儿播暴动 所有东西还要说我们的警察不对 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没有这帮警察的话 我们会不会有今时今日 这个香港成为一个 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都是因为 我们这帮 因为这帮我们的警察 所以我们很希望 就是想告诉大家 除了 所以我们 因为这个香港电台 一直去丑化我们的警察 是不是啊 是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这帮人 都在撑警察 是 我们这帮人 因为有香港警察 我们才有今天的香港 对不对 是 希望各位 希望各位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直都会做一些 去撑警 去为香港 为国家做的事 所以 未来邱藤华 我希望你 如果你在里面 听着我们说的事的话 你上一次告诉我们 说我们这个 不算是 不算是 不算是投诉 是吧 他说我们上次一万人 只是说一封信 我 一万人 只是我们一封信 OK 我们想告诉你 这里 不够一万人 不够一万人 但是我想告诉你 今天 我们就发每人一封信给你 麻烦 你每一个人 去福我们 是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每一个人 去封回我们 每一个人的投诉信 下一次的 天下围供 是供给你 住的地方 放在你家 告诉你 让你去知道 什么叫做投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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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邱腾华局长 再次到一万封投诉信 只是一个意见的话 下次就会去他家 就告诉他 什么叫做投诉 什么叫做投诉 对不对 对 好 多谢各位 好 多谢Danny 给点掌声 谢谢 多谢大家 大家也辛苦 我们警察更辛苦 我们给点掌声警察好不好 好 好 我们不仅仅撑警察 撑警察 撑警察 因为我们中国香港人 我们就不撑警察 因为他们付出太多了 成为太多压力了 我是女性 我希望在座的女性 如果警察有什么支持 我们都站起来支持他们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给点掌声警察 好 多谢警察 多谢你的照顾小朋友 给些警察可以安心出来保护我们 好 现在我们请另外一位女英雄 Goyce姐 出来讲分一下 给点掌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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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由政研会来搞的这个天下为公义 过来香港电台 我们所有的香港市民 反香港电台的就是希望政府不要再抹款给香港电台 因为这个电台除了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帮美国政府讲话之外 他的每一天的报道是为香港的暴徒和恐怖分子 是洗擦他们的罪名 为他们洗白白 这些在香港随处叫尊头 杀警察 放火 打砸抢烧的暴徒 他们说他是香港市民 如果这些这样的暴徒 拿起武器的暴徒 都叫做示威者的话 这样躲在香港电台里面播新闻的这些 是不是就叫做恐怖分子 是 他们以为自己为暴徒说洗白白 可以令到我们香港市民麻醉了 但是我们清醒的守法的香港人 永远不会忘记香港电台在回归之后 用我们纳纳衰人的钱 日日夜夜反政府 他们的心是为美国奉务 现在在台上说的是 保卫香港运动的成员 郭乙华 以前2014年的时候 出席香港电台主办的城市论坛 他说杀死的是一个大魔头 我想请问一下 香港电台你憑什么 用你个人的议员 去说他是大魔头 美国政府 日日夜夜 在骚扰着 郭乙华有些肢体冲突 郭乙华被裁定 罪名成立 十四三千元 但是香港电台 就是利用他这个喉舌 为美国政府去说话 所以 今天我们来到这一时 反对政府 撥款给香港电台 去做一些 反对我们中国 反对我们中国一帝一路 反对我们香港市民 做一些 很颠倒黑白 混淆事兴的新闻 我是很努力的 每一日到早上 都打电话去千禧电台 但是我是入了黑名单的 所以 我们有什么可能 会给香港政府 还要给钱 香港电台 去做一些 反政府 反市民 破坏香港秩序的 一个公营电台 要求他 接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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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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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他接 但是我们给他机会 我们希望他改革 做回以前的良心电台 我们要施展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要香港电台的节目 做回撑警察 报回事实好不好 好 我们要平衡回这个负围 现在香港太多负能量了 现在我请另外一位朋友 他也是很正义 很敢言 不怕暴徒 不怕暴力 我们请我们的龙哥好不好 给点掌声 子龙哥 多谢各位 听不听到 你们一直都发言的 就讲香港电台 他会不会做香港电台的代表 他根本就是粉骨仔 对不对 真正是叫做 香港电台 所以 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 要拆这个 黑粉骨仔 香港电台 我们一起叫他好不好 好 黑粉骨仔 香港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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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粉骨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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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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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但是 我现在看到来说 香港的 傳媒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很偏颇 非常偏颇 他们应该有个责任 是不偏不倚的报道 但是 我上次在上水 为什么会骂那些黑传门 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镜头 对着我们的警察 我刚刚路过上水 在上水火车站 天桥上 所以 我一时感触 我就去骂他们 我骂他们 在一个反骨狗 的电台 收我们的 纳税人的钱 但是 吃碗底 反碗面 所以 我就骂他们 有人 就要做 什么是吃碗面反碗底 还是吃碗底反碗面 这个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因为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准备 所以我同样来说 呼吁党两句口号 拆香 拆反骨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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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請政議會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一下 各位 我姓陳 我想跟大家講 在差不多四五年前 我想五六年前 我在美國回來之後 我發覺有一件事在香港 我就發覺香港是有顏色革命 那時還未佔中 在2013年還未佔中 但我發覺香港現象 就好像在美國見到 例如委內瑞拉那些政變情況很相似 這位小姐在美國見到委內瑞拉的情況 已經在Facebook警告香港市民 香港是有人搞這個顏色革命的 但是當時很多人都不會相信 那時的人又 我直接在Facebook那裏寫過 香港可能會有一個佔領的時候 是可能會有槍 會射市民 然後是嫁禍解放軍的 當時我就這樣寫出來 因為已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在委內瑞拉 沒有人相信 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竟然在2019年6月開始有暴動 那我一直都是在這裏做這個義工 想給香港市民知道 我們是有一些港獨分子 是搞亂香港 搞亂這個一國兩制的 那好了 大家都知道 香港2019年發生了些什麼事 最近也都 警方找到很多爆炸或者槍械的消息 竟然我們這個公營的電台 不會做一個節目呢 告訴香港市民我們有多危險 因為香港搜到很多大量的槍 香港電台有沒有做一些節目 專輯告訴我們我們有多危險 沒有 他們只是做一些節目 就播一些傷害香港 傷害香港的形象 還有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現在這個電台的收市率 是低到連他們自己的人都不看 是不是 那我們更加不會看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做過所有做的消息 的新聞呢 偏頗到呢 我們都不想看 就是他們當我們是傻的 是不是 還有我想說給香港電台聽 你們想撥款呢 我覺得呢 你首先你做了一些成績出來 那起碼有人看 你連你自己那些人都騙不到 怎會騙到我們這些精明的人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香港很多人都說 哎呀 我們選舉輸了 我告訴你 如果計算我們都是六四 頂了老 我們是四他們是六 是不是 他們誤導了這麼多年 都是只有六成人相信他 是不是 如果他們說香港有很多人死了 為何香港電台不做一個節目 訪問一些死者的家屬 是不是 有沒有啊 根本就沒有 他們有沒有出來做一些節目澄清啊 你收得香港政府的錢 你都不去做一些 Fact Check 現在很流行 Fact Check 有沒有 Fact Check 香港電台的節目 沒有 根據另外一個電台 就是 Youtube的網站 顯示 他們有六十三萬的訂閱 我問問我們為何還要走出去被人打啊 我們有一個市民被人燒到 現在還在醫院那裡啊 他們有做一個節目去訪問這些市民啊 我們危險到被人燒被人打 我們都是想出來發聲 現在在香港做一個中國人 正正中國人是很艱難啊 因為為何呢 記者傳媒全部是偏頗不會暴動我們的 是不是 我們只是說一句 我是中國人都被人打 還有被人起底 是不是 為何呢 你可以選擇做美國人 你可以選擇做英國人 為何我不可以選擇做堂堂正正一個中國人 你不喜歡的你可以離開 因為這裏是香港的地方 香港電台是收緊納稅人的錢啊 就算你不喜歡的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承認中國人 都是交稅給你們 根據其他Youtube網站的統計 在反西運動裏面 就是過去半年 港台最多人看的節目 分別就是《鏗槍集》的《時代革命》 有130萬人次 你信不信 另外就是講誰的真相 有120萬人次 721的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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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會不會跟我們發聲 黑夜 就是110萬人次 那些私營的節目 另外早前 港台421的元朗 有陳百祥和文澤 那些藝人 可能香港社會 在反西運動的情況 都是100萬人次收體的 另外兩個月前的黃藍消費戰 有88萬9千人次收到 又看看我們這方面 不要以為港台的節目 全部只是 報導反西運動才這麼出色 哇 港台的實況劇《執法群英2》 曾經是有一些關於警察的行動 的戲劇化的呈現 《執法群英》的第二集 這個重案行動 就是重新拍過中環保生銀行 《北國泡台山警匪槍戰》 和《大坑碗沙街》的趙匪行動 這套節目是2011年出街 差不多是8年以來 累積的收市是92萬的 各位好 我是政議員會主席 鄧丹丹 今天多謝大家 同心一氣走出來 我們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香港電台要點反正 因為已經反正了很久了 我們忍無可忍 所以我們要發動天下圍攻 希望香港電台重視民意會出來回應 今天是我們天下圍攻第二次 為何會有第二次呢 因為他們第一次之後 其實他的名字叫鄧德成 憂神華局長竟然說我們不算是投訴 所以今次我們出來 一人一投訴信 要求他回應好不好 好 我想問一下在場的朋友 你們都填好了投訴信了吧 是 交了給義工了吧 是 麻煩義工把投訴信交上大台這裡 我們等一下一次交給香港電台的代表 要求他逐一回應 好 好了 香港電台 怎樣偏頗怎樣衰 我相信剛才很多朋友 上台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們 昨天 去了立法會 因為我們收集了六萬個市民 反對香港電台撥款的簽名 所以證明 我們是主流民意 我們這六萬個市民 都是看不過眼 香港電台用公討 用納稅員的錢 去做一些反政府的事情 所以 我希望這裏 我們在座的朋友 在這裏 所有的朋友 網絡上面 幫我們簽名的朋友 我們繼續 我們不可以放鬆 直到 香港電台 混亂反正 我們收集了六萬個人的簽名 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 對港台的批評 我們不是一味得過反的 我們亦都有很多 我們的訴求 要求香港電台改革 他一日未改革 都不應該 有政府增加的賠款 其中一個改革 就是要求他開放三十一台 因為三十一台 現在竟然每天有十三個小時 在做重播 嚴重浪費社會資源 是 剛才這個隊友都說了 我們要求他開放給我們做我們的節目 是 是 我們需要一個香港人的電台 是 香港電台屬於香港人的 是 是 另外 香港電台的收視 有幾低大家知不知道 是 是 當然不知道 因為他們是沒有收視 是沒有收視 所以你們是不會知道的 他們有九成的字幕收視 是低於0.1點 聽到沒有收視之後 後面的群眾很開心 尖叫起來 這樣的政府部門 值不值得再追加撥款 是 他減薪 他減薪就差不多了 是 所以 我們要求 成立 張木平議會 由市民來監管他們的 使錢 怎樣用到去哪 是 另外 你字幕水平這麼低 我們要求 成立個 收視問責機制 誰做得不好 誰監製的字幕沒有人看 請他下台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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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大家 都看不少香港電視 香港電台的新聞報道了 你們覺得偏不偏頗啊 偏頗 大聲點 偏頗 偏頗 非常多 利軍啊 李神 陳妙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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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 他開了 兩位記者的名字 称裡面 Space 李軍的 好 當然 大家服的 就是 現在我要政府增加勃款 有一位聖陳的電台報記者 香港電台應該怎麼發展 是由我們香港市民的發授的 我們要求成立香港電台發展評議會 市民代表在評議會裡面 將市民的聲音帶進去 如果你不是反應民意 不是反應我們主流的民意 我們是不會同意這個發展 更加不會同意政府的判款 各位 今天我們在這裡 我們也都往上聯署了 但是今天並不是一個終點 我們會繼續爭取 直至我們爭取成功為止 我們今次要求 我們直接要求 廣播處長梁家榮 跟我們面對面 討論我們這六大訴求 如果他不肯回應這件事 我們在議院裡面 會發動天下圍攻3 今次天下圍攻3 我們直接包圍廣播處長 要他回應 我們也會組織 去找丘特華局長 不然我們會包圍 梁家榮 港外廣播處長 以及經濟發展 復商務部部長 呃 邱彤華 各位 今天 我們展示了真正的市民力量 我們是活生生站出來的 我們現在就告訴他 我們不同意他 我們剛才收集了大量的信件 我們會交給他們的代表 要求跟進 一一打電話 發電郵給我們 每一個投訴 你都要重視 你不能說 我投訴的內容是一樣 所以是只有一個投訴 你們是不是一個投訴啊 不是 我們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個體 我們每一個都是獨立的投訴 我們要求他每一個投訴都要回應 還有 我們這個投訴 不止於今天 我們網上會繼續發動網絡投訴 一人一電郵 好 一人一電話 不是 這些投訴 所以在意思下 港網處長電話 邱彤華局長電話 是 管理事務局長主席 譚韻之電話 是 我們一起打電話 跟他談談 是 是 還有 我們網上 聯邦六萬市民 反對賠款 另外我們接激動部員 我希望各位 我跟那個處長梁家榮 我封他們的電話叫空 呼籲好像要其他有六大訴求的 有時候打電話去跟他們聊天 我們只要願意站出來一定做得到 三年前沒有人想像得到 今天這麼多人拿著國旗上街 或者是愛國的 我們今天一一做到了 所以我要給你們一個掌聲 大家一起鼓掌 人民是一定必勝的 不能落私物議 中國香港必勝 各位這裡 你們如果還沒有簽那個投訴訊 麻煩你盡快提個投訴訊給我們的義工 我們收集了之後 我們要求他們公關總監出來接收信件 要求他們回應 要求他們回應 如果他們再不回應 我們展開天下圍攻三 你們來不來 會不會帶來朋友來 下次我們要站在這裏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的 好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 現在的現場會送信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送信 我們來的送信 現在我們 現在我們 將我們收集到現場的信件 現場的信件都這麼多 很重 我們先交進去 但是網絡上 一人一電郵 一人一電話 你們不要停 我們馬上繼續來 好不好 好 直到回應為止 好 好 感謝大家 好 感謝大家 給你們掌聲 給你們掌聲 我們現場的警察 支持香港警察 三位代表 現在就說 交信 正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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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放进去 我们放这一只零鸡蛋 第一个 我们先加一个粗丝鸡蛋 粗丝零鸡蛋 香港電台連火 提起香港電台 理君 萬一公共電台 盯著香港電台 萬一公共電台 盯著香港電台 網台代表現在出來接信 香港電台要回應 香港電台要回應 香港電台開始 不要求 香港電台開始 各位代表就會回應 海角香港電台 集合 集合 災納水營的錢 香港電台開始 不過我想回應一句聲音 別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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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靜一靜 講生意 講生意 第一 我們對每一個投訴都是要尊重的 過去裏面我們都有一個機制去處理 和我們的回答 第二 大家剛才看到很多的就是關於開放頻道 其實剛才提到有很多好的節目 大家可以透過我們的 CITS 簡單說就是社區廣播計劃 可以是將你們想帶來的節目 是可以擺出來的 第三 大家無論說了什麼都好 我們都很尊重 對香港電台的任何的意見 我們都會有 有關的報警 幾十幾時我尊重 我尊重不會有些人 我尊重來訪問韓君曉 你有沒有尊重 我尊重 那個李軍 幾篇圖 香港電台就說有他們一些社區字幕 但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香港電台不通過社區字幕呢 就要邀請民陣的副詔責人 去做評論員呢 為甚麼她不邀請我們來做評論員呢 委員會 我要趕著 我趕著 你出來 我要趕著 你們的員工記者 那位李小姐和玉岳一蔚 為甚麼要趕著你們去做禮貌 你們會不會趕著員工 員工你們會否好好管教他們 是呀! 是呀! 善娟! 善娟! 各位,他剛才還說,他們會回應他们所有的投訴 我們一起去監管他們! 你如果不提及不守他們的回應, 我們繼續天下圍攻沙! 好! 擺散擺散! 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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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秋風流 戴上橄欖電台 致泰理貴 致泰理貴 真是很有禮貌好有 太好有態度的 為何香港現代的記者 一個是這樣 兩個又是這樣 為何不像日本女性 這麼有禮貌 這麼溫柔的 為何可以呼呼喊 我們的議員 不讓他們說話 滅他們的聲音 為何要出糧給他們 還要滅我們市民的聲音 拆掉他們 拆離婚 要改革 香港年代要改革 拆掉那些沒良心的記者 拆掉那些沒良心的人 我們市民大費人給錢 不要那些沒良心的員工 不可以讓他們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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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們要拆掉 我們今天不衝來 下次十幾萬多 剛才香港電台的代表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打斷他任何 不衝出來 不衝來 下次十幾萬多 剛才香港電台代表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打斷他對話的 但是我們在電視機面前看得很清楚 我們可以由 離軍啊 多算打斷 受訪者的對話 是 夠不夠專業水平啊 不夠 所以我們一齊 我們全場一齊 要說辭退離軍啊 辭退離軍啊 辭退離軍est 辭退離軍啊 我們交信的政研會代表和現場的市民 都是實在批評港台的記者李君雅 是天婆 他們的標準就是打斷對方的說話 今天我們天下圍公議的活動已經是完成了 但是整個運動只是去到中間 因為我們未爭取完成 我們直到爭取到香港的電台 回來我們這一邊 真正代表香港的電台才為之完結 好嗎 好 好 感謝各位 現在大家安靜地向下山的方向 慢慢走下去那邊有地鐵站的 你們如果身邊有些垃圾 麻煩幫忙撿一撿 我們顯示我們良好公民的質素 好 我們是來反對報道 反對報道電台 我們不是來製造垃圾 所以請大家 將你身邊如果看到有任何垃圾 或是任何物件的 幫我們撿起它 好嗎 好 來這邊請大家 在表格上面 在你三次的首舉牌上面 有一個二維馬 我希望大家掃一下這個二維馬 那你就會進去我們那個連結那裡 我們繼續投訴香港電台 加油 請多謝大家 在場的義工麻煩幫我收藍色的紙 如果有些沒貼上去 另外我希望現場的義工 將你的對港機和滅火桶交回來大台 還有紙牌 現場義工麻煩你收藍紙牌 滅火桶和對港機 今天感謝各位市民 我們擇日再來 參與集會的市民 就向山下方向移動 我們真的是在大陸 我不敢 tribal 沒有太多人 看你片段 是太多人 會不會太多人 我可以可以 那些都是在 由於你 餐廳 不是 人工麻煩 有錢 你就收藏 說理事 時候 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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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這樣說 好,好這樣說 你這樣真是認不到你 哈哈哈哈 我就是這樣才認到 哈哈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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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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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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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暫時情況應該完結 你們都要搞好 他們的Facebook又拆 又拆 辛苦你們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鄧德成剛才對我們打工作誹 感謝我們的採訪 都感謝他對我們的客氣 其實他們的立場很清楚 也是六大訴求 講到明要求開放港台31台的一些重播時段的頻道 以及解僱兩位記者 一位就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李君雅 另一位就是他們都開了名 就是陳妙玲 陳妙玲就是在行政長官的記者會上面 多次都有質問到行政長官的一些問題 令到很兩極化的 不支持林鄭月娥的人 就聽了之後覺得非常問得好 如果支持政長官的朋友就會覺得他的問題比較沒有禮貌 至於大家怎樣去理解一條問題 就看來大家會去自己去理解 多謝你 謝謝 沒有人說做記者不可以質問人 其實就 參與集會的人士都大約離開了 他也是在準備收集一些物資 現在給了 現在給了 三次了 我們也提到 如果我們的回應得不到會議答覆 下次可能會向廣播處長梁家榮 去代表達你的意見 有你放ая Private放途 蒙哥 你會說什麼 你很難問 家榮 你平手 你為何 你們平手 你平手 這位叔叔帶著無章的先生 給我幾動一點 他又說這個是皇家香港電台 我們在廣播直播暫過一段落 今天我們還有幾場直播 晚點見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合場新聞 再見